梅華路跑到民宅庭院 他的身體被繩索綁住控制 原本應該是活桌 沒想到這頭路最後卻當場死亡 他跑到我們這個三合院 跑到客廳裡面去 他們陳述有兩位過來 民眾邪道家裡來了一頭路 原本通報想保護他 結果來了一群人在庭院把他屠殺 劉彥宗更提到好像用刀刺他 地上一灘血 以後再不相信什麼動保團體 事發在台中農警 民眾質疑農業局捉捕梅花路程序 有疏失 農業局則解釋這頭路疑似 先跑到馬路上遭狗追趕咬傷 重到民宅傷勢過重自然死亡 強調並非委外公司處理不當 也澄清沒有拿刀傷害梅花路 台中農警一帶鄰近大渡山 山區有許多野生梅花路 過去火燒山時還曾有路 被拍到逃竄畫面 沒想到這次誤闖民宅斷送性命 記者黃翔富王上函台中採訪報導 我是陳俊根 從採在風災的攤方斷橋 到衛星雲圖背後的天氣預報 棚內棚外的採訪播報經驗 持續衝擊火花 督促我報導真相 更多新聞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並且開啟小鈴鐺喔